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岳 我们都是从农业社会走过来的人 过去的传统观念里头大家庭的制度 社会的资讯有限 一直都是长辈来训晚辈 晚辈不能对长辈有所反抗 不见得长辈就没有犯过错误 可是有了又犯了错误 说错了话 有了不好的不对的行为憋在心里头 知道自己错了 不会表达 当然不会对晚辈表达 那是我的晚辈 我怎么能跟他讲 各位 我要说感谢主 时代变了 完全不一样了 咨询多了 大家可以在互动中间 一个家庭相亲相爱 在互动中间 一个团体中间 不管你是老板 你是伙计 可以和睦相处 不是放下身段 是本来就应该错了就认错 这在我家里头 他们知道 我做错了我就告诉他 抱歉 对不起 我从前讲的那个 或者我昨天说的那个话 或者我昨天指引的那个事情是错的 对不起 重新来过 习以为常 那大家就觉得跟我这个老人在一起相处很容易 为什么 可以讨论 可以想 然后自己懂得认错 各位 认错不是一个害羞的事情 认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 如果说在我们的人生中间 我们一路走过来 我相信我们有许多的错误 过去没有机会认 过去自己硬挺着 我是对的 自认为是对的 那已经成为过去 我要说的是现在 时代改变了 关系可以因为我们的彼此和睦相处 那就是勇敢的告诉人家 我也有过错误 我也错过 对不起 你觉得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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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